哈囉大家好我是平靡百姓 今天要來跟各位做金幣分析的是我們今天即將推出的地獄及關卡 藏岩淹沒良知 來跟各位來分析一下關卡的內容的部分 那你可以先看到成就任務的話是只有水 然後隊長戰友都是模組 以及隊伍都只有暗屬性成員 所以是暗磨或水磨 比較好解雙成就 三成就的話沒辦法 那龍客的話之前有做金幣分析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我們先看一下關卡資訊部分 第一關的話可以看到他的血量傷害是18.19000 現在蠻多隊伍都可以撐到這個血量 所以第一關是可以讓你磨技能是沒有問題 然後他的CD這樣看起來是錯開的 所以第一關的話應該先把CD磨起來 然後第二關的話他有個手消火 手消火的話敵回 敵反擊 手消火會敵反擊 所以這個地方要避免我們消到火珠 所以你可能用疊珠 但是問題他難度在這邊 他沒會指定的位置 就是明燈轉注的部分 他是火符石優先 那你從這個地方還要再轉一個明燈轉注的部分 所以這個難度在於說 你要小心不要消到火以外 你還要轉進漩渦裡面 那再來是手消星無功底連擊 那又三重電擊星符石 當然我們或許會想到說是不是可以用撒蛋之類的 所以這提供大家一個方向 如果你沒有用撒蛋之類 就要把那個星圖炸掉或者轉掉 讓你比較好消 那再來的話是 燃燒 石銅燃燒 石銅燃燒的部分 那每摸一下是扣20%生命力 而且消除場上所有水符石 才能對敵人造成傷害 所以你要手消全水 手消全水 那再來敵人攻擊次數越多時候 攻擊力會大幅提升 達到一定次數會連擊兩次 所以它會累積上去 那這個地方的話 一開始可能不會存很大力 但是這個 你要嘛找一些就是無視燃燒 那或者是說 我可以轉版 直接幾乎不轉出 就可以 攻擊的卡牌 會比較適合 那再來的話是一個 木鼠攻擊傷害減至10% 木鼠攻擊傷害減至10% 那我們看一下成就的部分 它這邊是水跟岸 所以還好 那這個 為什麼去刻木的敵人 正常的關卡這個 應該會是 水屬傷害之類 可能會比較 對它也比較有利 反正你稍微注意一下 這邊的話 我們不太適合帶木的隊員 那它通知消除 水火木光暗牆 才會定 就是無屬強化盾 那 每少消除一種屬性 強要扶持敵人 額外就會增加1連擊 所以它一下是5萬 所以這個這一關 你沒有一次把它幹掉 應該就一次就被它幹掉了吧 這5萬滴的血 所以這個要注意一下血量 所以你要一回合內 弄出無屬強化盾 而且一定要把一擊殺掉 不然應該大部分隊伍都會死掉 所以這個要注意一下 再來3秒轉出98R 首消隨機指定combo盾 那所以你移動的時候 它會出現隨機指定combo盾 那這個地方要留意的是 我們可能要帶個幾技能的 在卡牌當中可以把技能擠掉的 或者附加消除的一些卡牌 不然我覺得這個不好打 就算你用牌珠後面還是要3秒轉出 所以我這個建議是用附加消除 的卡牌去對付它會比較好 那最後的話 那這個敵人無視任何攻擊傷害 只是第一次攻擊 攻前盾 除非你帶像巨蟹 巨蟹那種卡牌 可以直接破那個攻前盾 不然就是你要讓它賣一下 那2萬5的傷害血量要稍微抓一下 那第一次被敵人攻擊時 它會引爆所有心急火符石 永久提升攻擊力和永久減少所有傷害 所以它這個手攻的部分的話 呃 呃 我認為是 要嘛 用龍科 去把那個符石濾掉 當然龍科也可以破攻前也可以 喔 龍科 把符石濾掉 或者是你龍科攻前 或者是直接破攻前 會比較好 不然它 永久提升攻擊力 永久減少傷害的部分的話 對我們來講可能會很吃虧 好 那要記得它是無視減傷 它一直技能 最後 最後它的第二個階段 百分之百減傷狀態喔 敵人攻擊次數越多 減傷 狀態 削弱越多 所以基本上你一定要讓它捶 那捶一下可能剩95% 然後捶兩下 呃 變成90% 所以你要讓它打越多 那血量的部分的話 各個十百千萬 十萬百萬千萬 一億多也還算還好 還算還好 喔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呃 你要先讓它捶 這個要留意 那 因為它有個無視減傷害抑制技能 所以我們可能要帶回避的卡牌 喔 那再來它有一個手 手銷光敵回 所以這個地方你光珠要注意要 呃 要疊珠 喔 或者是說把光珠轉掉 來做一個攻擊傷害 喔 那以上是大概是這一次這個 呃 地獄集的關卡資訊的一個分析 給大家知道 那稍微注意一點 呃 剛剛百姓有跟各位提了 那晚一點的話 會實戰 喔 提供一些隊伍讓大家參考一下 OK 好 那以上就是這一次地獄集 以障眼淹沒良知的這個分析 給大家參考 我是平白星 那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右下角跟訂閱 右下角喜歡訂閱旁邊按下去 隨時可以收到百姓第一手的分析消息 我們下次見 掰掰